第八题,八九题是题主,三位同学跑一条笔直的跑道总长度400公尺,所需的时间如右表,请回答八到九题,第八题请问三位同学谁跑得比较快,那我们晓得从公式上V等于ΔTΔX,我们晓得如果我们走的距离是一样的,时间如果花得越小,那么速度就会越大,事实上从一般的生活经验里就知道, 我们跑同样的距离,花的时间短的,表示跑得比较快,并不需要靠着公式才能够明白,那么从表中我们看到,宣誉花的时间最少,所以第八题问我们说,请问三位同学谁跑得比较快,我们答案选的是A,宣誉